大家好 我是乌凤 今天呢 要介绍给你们一本很特别的书 名字叫《我的好朋友黑七七》 这本书里面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他是我们的主角 他是很怕黑 其实我相信 我们小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人都很会怕黑 有一天 我差不多那个时候 七岁八岁的时候 我爸爸带我去外面 我跟爸爸说 爸爸 你知道吗 我很怕黑 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爸爸说 你怕黑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 这个地方是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 踢足球的地方 你到底怕什么 后来我想到 对耶 其实这个地方不是天很黑的话 我是非常熟悉的地方 后来从那一天开始觉得 天黑当然是一个视觉 是一个感觉 不过天黑不代表 他整个环境都完全变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完全不怕黑 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发现 这个朋友的一个空拒 现在我们看看到底他什么面对 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小男孩 雷狐心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孩子 他害怕很多东西 但是让他最害怕 爬到想要躲在角落的东西就是 黑漆漆 他使过很多很多的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用 有一天晚上 又到了睡觉的时间 雷狐心躲在床上 一样觉得非常的紧张 他一直注意有没有怪兽出现 有没有奇怪的声音 他突然说不了 在房间里面大喊 黑漆漆 走开啊 这个时候窗外的黑漆漆 好像 后了过来 你们看这个就是黑漆漆 黑漆漆跳进房间里面的时候 跟雷狐心打招呼 噢手 邀请雷狐心跟他一起去冒险 雷狐心觉得 黑漆漆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好像没有那么可怕 黑漆漆带着雷狐心在房子里面冒险 雷狐心发现很多可怕的角落 其实超好玩 他们也一起到外面寻找吓人的声音 才发现那些声音 其实一点也不恐怖 最后他们一起到 雷狐心觉得最黑最暗的地方 猜猜看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雷狐心会变得比较不怕黑吗 这本书告诉小朋友们 我觉得三个很重要的点 一个是面对 一个是解决你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用你的想象力 来发展自己的故事 看完这本书之后会发现 小时候我们怕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面对之后呢 很容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选给 曾经爬黑 现在爬黑的你 还有孩子们 我还在抱着我 在词